白化佛法是卢台长用生活的语言来讲解高深的佛法 既从人生的哲理上来解释 又用日常生活中浅显的例子 在白化佛法中领会深奥的高层次的佛学理论 开启我们云云众生的佛性 修改我们的命运 所以跟大家讲的就是 你今天证得了佛性 你肯定是无我的 既然无我 自然就没有众生 无众生无受者 所以无我的境界 就是佛的境界 你想想看 我们是不是 我们说众生啊 对不对啊 所以你说我们一起做好事 我们没了 我没了哪来的我们呢 大家我都没了哪来的门呢 所以要懂得佛的境界 一切凡夫都由我相 人相 众生相 受者相 这是我做的啦 哎呀 这个人厉害啊 这个人修得好啊 一切众生相 受者相 所以在世间的那些人拼命的执着着一切的观念 执着着人间的一切 所以很多人因为有我相 觉得这件事情是我做的 这个事情本来应该是我的 觉得有我在当中 所以他们就无法真正找到无我的境界 所以你们看去找一样东西 我相信你们都有过这经验 我明明记得是放在这里的 你就会在这块地方拼命的找 因为你有我相 实际上你这个记忆是错误的 因为你记得放在那里 实际上你在这个地方已经找过无数次了 但是叫你再重新再理一遍 再来找 你还是在这块地方找 这就是因为我相 执着 我明明看见在这里的呢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了 你要把自己无我 我好像没看见过 我重新在房间里再找一遍 你就会找到很多 不应该 或者你想象当中 不应该找的地方 你就会找到 你应该拥有的东西 所以无我两个字听上去 实际上是空的 但是没有我 你怎么又用我来做事情呢 这就是师父要告诉你们的 没有我字 你怎么做事情呢 所以需要一个名称吧 我们人需要一个名称吗 叫人道 对不对啊 那么动物界呢 叫畜生道 他也得要个名称啊 那么很多畜生投了人了 很多人呢 修成菩萨了 那这个人从此就没有了 那么这个动物也从此没有 是不是无我像了 就是一个我像 所以空无的 有我的观念 就是因为我认为是这样 师父跟大家讲了 就像别人不认识你 人家总归要叫你个名称吧 你在马路上走 人家不认识你 你只要叫吧 先生 女士 是不是有个名称啊 只特定了一个人 如果别人叫你先生 你无我了 因为他从来没叫过你的名字 你根本不知道 先生是叫你 你是不是就放下了 对不对啊 人家没叫你 这个人骂你 讲你好 对你都没有丝毫的影响 你就不会被他叫声所缠绕 所以人为什么会被人家打扰啊 因为他的心在动 所以碰到一点事情 马上心动 人的毛病就什么都要管 什么都要听 什么样叫圣人呢 管住自己的耳朵 管住自己的口 你这个人就是人中之王 就是圣 所以师父叫你们不要被别人的声音 被这个世界的假象所缠绕 这就是佛经上要让我们学会 知无我 知无我即放下 知道既然没有我 你就应该放下我像 这样才能超脱自我 能够寻找到佛性 好 今天跟大家白话佛法就说到这里 下面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简短的故事 过去首位城 有一个富翁 拥有无数的财产 他还有一个独生子 名字叫南陀 当年的南陀 小的时候非常的懒惰 不正 喜欢在床上睡觉 好 那个时候别说下床走走 你就算让他起身坐一会儿 他也不肯 南陀虽然懒惰成性 但是他的聪颖绝伦的智慧 智慧非常聪颖 他躺在床上听人讲解经书 他完全能够明白 讲的是什么 这个富翁看着自己的儿子 这么善解经论的道理 哎呀很开心 你看儿子懒是懒 但是哎呀什么都懂啊 什么都讲得出来 他就邀请外道的六师 六师 如富兰娜 这种人来家里呢 来教导南陀 富兰娜是什么呢 就当年的 就是级别很高的那些宗教思想家 宗教思想家 就那些人呢 来教导他 在一顿丰盛美味的宴席之后 富翁呢就对 富兰娜等人说明 自己啊 自己啊唯一的一个儿子啊 某某某 怎么样怎么样的情况 希望呢 你们能够帮我 调教我这位 生性懒惰的儿子 在古时候呢 懒惰不叫懒惰叫 带多 就是懈怠的带 可是这个人比较 懈怠的 于是呢 几位外道师呢 就随着富翁呢 一起来到 难陀的房间 没想到难陀躺在床上 理都不理他们 富翁看着儿子这么 不受教 过去讲不受教 就是没礼貌啊 不听教诲啊 非常苦恼的 以手托住自己的 双侠脸侠了 这个手托住自己 哎呀 这个如何是好 过去你们看那些 古装片里面都有的 哎呀 这如何是好 就这个意思 这时候呢 正好是释迦牟尼佛 化导众生的年代 是佛陀 在世的时代 佛陀呢 经常的 不分昼夜的 观察众生 他就观察众生 只要发现 有苦难的众生 佛陀就慈悲前往 为其宣说佛法 为其宣说佛法 使能心开意见 能够想开 能够都明白 你看佛陀那个时就叫弘法呀 远离烦恼和痛苦 佛陀最喜欢做的事情 就让别人啊 远离烦恼和痛苦 也是大慈大悲 这时佛陀呢 遥见父翁正在为孩子忧愁不已 佛陀就看到了这个父翁啊 整天想到我的孩子怎么办呢 我的孩子怎么办呢 因为佛陀他有遥逝的功能 他就 他远了他就看得到 然后呢 佛陀呢 就和比丘们一起来到了这个父翁的家里 说也奇怪呀 难陀呢 一看到佛陀啊 马上起身啊 为佛陀铺设做具 过去啊 古时候啊 那种坐的椅子啊 坐的什么 全部要铺上 像绒被啊 毛被啊 以自成恭敬的顶礼佛陀 一看见佛陀来了 他就下去直接磕头了 顶礼啊 于是呢 佛陀为难陀开示种种法药 所以以后你们都要学啊 你们以后到天上去 菩萨就跟你们说了 来 孩子们 给你们开示种种法药 嗯 把药是什么 这是佛法的药领啊 明白了吗 所以 克制他 就是克制他 就是让他 你要不能赖床贪睡 你不能怠惰不振的种种过失 就佛陀直接讲难陀 因为难陀非常尊敬佛陀 相信佛陀 因此对自己过去的一些不良习惯 深深的自责 并生起惭愧和忏悔的心 最后佛陀 正与难陀 一根坛杖 就是此坛木的一个杖 就像一个木头 并且告诉他 孩子 你今后如果能够勤奋 那么你只要用心 扣打的坛杖 它便会发出美妙的月声 月声结束后 你就能看见地底下 所埋藏的一切宝物 哇 就是这个木头啊 你只要用心去敲打一下 哎呀 发出美妙的声音 然后突然间 你就会看得到地板上 过去没有大楼的 就是地板一楼啊 直接看到地板上的很多宝藏 难陀听了伯陀的话 很好奇啊 小孩子啊 立刻试着扣机这根坛杖 哪个木头啊 他他他他他他 一谈之后 果然听见了美妙的月声 也看到了地底下 所埋藏的宝物 哎呀 他欢喜得不得了 就在心里想着 哎呀 我现在不过是 稍微努力了一下 竟能获得这么多的好处啊 如果以后我勤劳了 一定会获得 无上的大利益 古时候的人都说 无上的 就是无穷无尽的 大的利益 就是得到更多 从这一刻起 难陀一该来床 耗碎的个性 他甚至邀约众人 一起去大海 采集宝物 我们说珍珠 马脑啦 北翠啦 每次都平平安安的 满载而归 更以种种饮食 供养佛陀和朱比丘 非常好 变得非常勤劳的一个孩子 佛陀因而再度为 难陀宣说 种种佛法的道理 难多听得法系充满 心开意解 所以你们听佛法 听到心开意解了 你这个人就能接受 师父跟你们讲的法 心开 开心啊 意解 就是解一啦 解一什么意思啊 理解里边的意思了呀 你当然心就开了 立刻五体投地的 礼拜佛陀 并且发大誓愿 他说 愿以此供养 善根功德 做未来事 迷于诗暗众生之眼目 这什么意思啊 就是愿以此供养 我得到了这么多的珠宝啊 以这个善根功德 做未来事 就是未来 迷于诗暗 就是很多不明实理的 和心中有愚痴的 想不通 那个时候说暗 就是现在讲的负能量了 你看那个时候说 你心中很暗 就是心中的负能量 他愿意做众生之眼目 眼睛 眼睛 就是引导他们 无归一者 为作归一 如果这些人没有归一了 要让他们归一 无救护者 没有人帮助他们 作为救护 无解脱者 令得解脱 令他解脱 这个人痛苦啊烦恼啊 帮助到别人 让别人解脱 无安营者 没有安稳的人 人家说无家可归了 心里没一个地方了 没一个稻草了 那么令得安营 为涅槃者 令证涅槃 没有完全想通的人 我要让他 通过我这个布施 大寺院 让他令证涅槃 彻底想通 你们想想看 你们经常问师父 师父 我许的愿 全部差不多了 我还能许什么愿 你看看人家 随便就拿出来 这么多愿力 你们要问师父 师父我许的差不多了 鱼们也许 对不对 小房子们也许 这个许的那个许的 没东西许的 你看看人家 你只要发心 你就能够 许出这么多的愿 难陀发完宏愿之后 佛陀听了 微微一笑 口中并放出 五色香光 佛陀笑一笑 嘴巴里就放射出 五彩香光啊 就是五彩云霞了 不得了了 漂亮的天上来的 彩霞一样的 这时候呢 随时在侧的 阿难尊者 因为阿难总是 跟着佛陀的 阿难尊者呢 看见佛陀 微笑 就恭敬请问 那走上去 恭敬请问 如来尊贵 庄重 一向不随意笑 现在是什么因缘 让佛陀 微笑呢 就阿难跟他讲了 哎呀 佛呀 你尊贵 庄重 你看庙里 我们一到庙里 看见佛陀 坐像在那里 哎呀 大家赶紧磕头啊 哎呀 庄严得不得了啊 一向不随意笑 你看如来 佛陀那个像啊 很少有微笑的 他庄严啊 现在是什么因缘 阿难问他 让佛陀你微笑了呢 佛陀问阿难 你可有看见 懒惰的难陀 路还采集宝物 满载而归 还以饮食供养佛 佛陀和众生呢 是的 看见了 阿难说 佛陀继续说 难陀 在经过三阿神奇迹的 未来世中 就能成佛 佛号称为精进力 将会度化无量的众生 因此我微笑 什么意思啊 佛陀已经看到他 以后是成佛了 佛陀开心啊 因为佛陀看见 谁能够成佛 他都喜从内心而来 当中讲的三阿神奇迹 佛教用语 从菩萨一直修到你 成佛当中 要经过三个 这么长的时间 阿神奇迹 就是很长 很长的时间了 所以佛陀才微笑 所以在座的身众听闻 佛陀的此番开示 都明了 明了精进的重要性 各个欢喜 信受奉行 所以这个故事 就是告诉我们 只要你有心 谁都能成佛 佛就在我们的心里 你好好的 按照你的内心的慈悲 内心的光芒去做 你就是菩提属于众生 因为佛的智慧是属于众生 若无众生 一切菩萨 终不能成无上正觉 你想想看 如果没有众生 怎么会有菩萨 菩萨要宣化佛法佛理 菩萨要能够帮助救度苦难 没有众生 怎么成就 佛菩萨呢 所以 己生如得救 则叫他不难 欲叫他人 先须自教 所以佛经上经常告诉我们 自己生如得救 如果你自己已经身体啊 灵魂得到救度了 这教他不难 你去救别人就不难了 你自己还没有觉悟 你教别人就很难 欲叫他人 如果你想去帮助别人 救度别人 你先必须要自教 自己先要受到教育 所以修行就是修正 自己错误的观念 所以师父跟大家讲 有的时候你们不要以为学佛很难 因为佛在心中 我们碰到了困难的时候 有的人就懈怠 有的人就烦恼重重 忘记了本性 我们说忘本了 就是这个意思 其实 有的时候在学佛当中 碰到烦恼了 稍微停一停 转个弯 轻松的 你就绕过了障碍 成功了 就会到达了终点 所以佛法讲 好好地管教你和自我 你要好好地管好自己 和管好你自己的一颗本性 不要老去管别人 先把自己管好了 你再去管别人 这就是菩萨告诉我们 一句最真最真的道理 若真修道人 不见世间过 如果你真正地想自己 一事修成的话 先好好地自度 你才能度尽天下 有缘众生 好 今天跟大家就说到这里 我们下一次节目 继续给大家说白话佛法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